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和谐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题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就很注重人鱼自然 人鱼动物的和谐发展咯 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就经常叮嘱小孩子们去捞鱼的时候 如果抓到小鱼了或者是超大的鱼了,都是要放生的 因为小鱼放生了长大以后,才会有吃不完的鱼 而大鱼在野外环境长到这么大,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应该对生命有敬畏之心 在农村因为环境所致,其都是靠近山林,水源地 因此各种野生动物也是比较多的 有些甚至还会进到家里来 在民间关于动物主动上门也是有说法的 农村的老人就常说 宅子献七喜相,家中能人辈出 这话是什么意思 洗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一,枯树逢春 一年四季斗转心仪 花开花又现 树木也会经历生命的轮回 当树木因为各种原因走向生命尽头时 树叶会率先,枯萎凋落 然后是躯干开始脱水干枯 最后成为干缠烈火的原料 这样的树木本来是不会发芽 换发二次生命的 但凡事都有例外 当之前已经枯萎的树木 重新开始发芽生长时 这勃勃生机就被古人视为祥瑞 按照古人的习俗 这也是家中即将会有好事情发生的前兆 这种枯树逢春的现象 即便是在如今也是极为少见的 这对树木生长的环境要求极高 这种现象的产生 其实也是对周边环境的优秀做了肯定 古人视为祥瑞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二喜鹊抱喜 喜鹊是一种适应能力较强的鸟类 在山区平原都有栖息 无论是荒野农田郊区城市 光源和花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但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 如今想要看到喜鹊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而喜鹊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旧时民间传说 鹊能抱喜 故称喜鹊 民间将喜鹊作为吉祥的象征 关于它有很多好听的神话传说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优美的传说 话说在珍观末期 有个叫李锦益的人 家门前的树上有鹊巢 他常喂食 巢里的鹊耳 长期以来 人鸟有了感情 一次李锦益被冤枉住居 令他倍感痛苦 突然一天 他喂食的那只鸟 停在玉窗前欢叫不停 他暗自想 大约有好消息要来了 果然三天后 他被无罪释放 其实这是因为喜鹊变成人 假传了圣旨 所以 后来人们把喜鹊抱喜 当做了一大祥瑞 如果有喜鹊来 那就意味着 家中会有好事情的发生 三 燕子驻巢 众所周知 燕子是一种异鸟 它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在空中捕捉害处 是最灵活的雀形类之一 主要以蚊 鹰等昆虫为主食 当这种对庄稼有益的鸟儿 到家中来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一种好运的象征 其实 这也是人们对于丰收的一种向往 诗中 旧时黄蟹唐前燕 飞蛀寻常百姓家 其实说的就是燕子 它到来 会给家中带来财富 因为燕子和喜鹊一样 被人们看作是鸡象鸟 还有一句俗语说的是 燕子不进苦寒门 这也预示着燕子进谁的家 谁就会代表着家庭和谐富有 不仅如此 燕子还是很勤劳的一种鸟 它们用嘴一点点的把泥巴住窝 还要不辞辛劳的捕鱼后代 这也是古人很敬佩的一种精神 四 野犬护家门 流浪狗四处流浪 只是为了获得旦夕安宁 只有那些慈善仁爱的人 才会施舍给流浪狗四十五 而流浪狗会留恋不惧 把自己的家 安在家宅附近 一旦碰到异样 就会狂废市井 野犬护家代表着家族人丁人人向善 怀有人词之心 家庭成员之间会非常和睦 这样的情况之下 哪怕是给流浪狗喂食欲 也会做到家庭成员之间人尽皆知 相互沟通没有障碍 说明就达到了儒家的齐家境界 在这样的境界之下 家和万事兴就不只是说说而已了 全家成员立往一处使 见往一起用 形成家族合力 必然无往不胜 所以野犬护家门 虽然仅仅是投食之举 但反射出来 却是这个家庭对待陌生人态度的友善 是好客的 连野狗都给予食物 对其他的人 就会尽力帮助 人护住的社会性 注定会有一群人随时会帮助你 爱护你的家人 从而获得更多的助力 野犬护家门是大四喜之三 正式体现出家宅安宁 充满进取心 一方一欲的资源是有限的 想让家族兴旺 就需要获得外界的资源来补足一方一欲资源的不足 这样才会让家庭得以更大的发展 五 岩下之龙 这第五种喜就是岩下的龙而言 岩下之并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庇护 大家都知道 碧虎吃蚊虫这些动物 它对于人们来说 是一种有益的动物 碧虎从远看 也有龙的形状 我们中国人 又将自己称为龙的传人 所以 人们会认为 碧虎也是一种 能够给人们带来好运的动物 并且碧虎谐音是碧虎 这样也代表着碧虎 可以作为一个守护神 守护这个家庭的安宁 所以很多人都将碧虎的装饰品 放在自家的车上也好 或者屋檐周围也好 来保护自己家的安宁 6.蜘蛛吊丝 蜘蛛是居家瑞虫 能够把烦人的飞虫 有效地消灭掉 但是蜘蛛结网 只会结在它认为 能够获取食物的地方 也会带给人以烦恼 那些勤快的家庭 会实时打扫 把不需要的蜘蛛丝清理掉 失去了网的蜘蛛 想要不够肚子 就得重新选择 合适的地方结网 那些人盯不忘的家庭 也不会顾及小小的蛛丝 所以长久疏于 打理家宅 蛛丝上 铁上厚厚一词儿灰 显得破败不堪 喜诸罗新网 虽然说是蜘蛛 其实体现出的是 家庭成员的勤劳 古语有云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只有勤快的家庭 才会有一种蓬勃的气氛 并时时想维持好 这样的气氛 人带给环境 以好的改变 改变的环境 会反噬给人 以更好的气氛 相互促进 这个世界上 哪怕是懒人 也是喜欢勤快的人 而勤快的人 更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去改造环境 主动去做事 那些能够主动做事的人 没有不会获得成功的 所以喜诸罗新网 虽然是大四喜之末 但代表的是家庭成员的人人勤快 拥有着蓬勃向上的感觉 一个人只要他还是勤快的 哪怕现在还贫穷 但终究是暂时的 所以蜘蛛代表着百折不挠的感觉和希望 只有心中有信仰和希望的家庭 才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功 七 蝙蝠飞到宅中来 小时候蝙蝠特别多 在天黑的时候 有些蝙蝠就会飞到家中来 大人还告诉我们小孩子 蝙蝠是由老鼠变的 当他们偷吃了农民家中的食言以后 就变成了蝙蝠 当时大人还教育我们说 做人要诚实 切不可去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因为小时偷真 大时偷精 但是对于飞到家中的蝙蝠 老人们也提醒我们是不能驱赶的 更不要去伤害他们 这是因为蝙蝠是专门吃各种昆虫的 它们虽然长得丑 但却是农民的好朋友 现在想想 不要去伤害蝙蝠 主要是被它们所咬伤 关于这七大喜相 其实也是农民善良 朴实美德的一种底线 其实在告诉我们 遇到家中的一些小动物进门来 尤其是对我们本身就有益处的动物 尽量不要去伤害 要懂得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同时 这些好的寓意 也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寓意 让我们在生活中保持乐观 积极的心态 这样说不定 喜事和好运 就在哪一天真的就来了 不知道您的家中 有没有出现过上面说的七种喜惊的现象呢 如果有 出现了几种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